云林斗六市郊区的石榴国中 虽然说环境条件不如市区 不过在校长老师的努力之下 加上家长会的支持 今年在县府教育处所举办的校务评鉴当中 获得五个评鉴项目的第一名 成了全线的佼佼者 而这用心推动教育的精神值得肯定 面临少子化的问题 为了避免减班或是学校才病 郊区学校的经营越来越困难 不过位于斗六市郊区的石榴国中 今年参加全线校务评鉴 五项全部得第一全线特优 这么难能可贵的成绩 其实有赖于学校所有师生同仁的 全力的努力以及配合 再加上家长会给我们很大力的作为后盾 以至于我们今年在招生上面 也有很好的成绩 我们没有减班 三年一次的全线校务评鉴 十六国中在B组的评鉴 除了104年以外 在100年也获得全线第一 连续两次的全线特优 获得家长会肯定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艳 因为这是一个不容易的成绩 因为我们打败了其他学校 而且我们是第二次的特优 全线唯一的基优特优 是第二次得奖 这代表说学校老师方面的努力 是不容置疑的 十六国中的社团发表 有学生乐队 赌轮车 巧顾球 足球 木球等其中木球是学校发展十多年的特色运动 在今年全中运 南瓜个人第一 第二 第四 团队男女第三名的成绩 所以我们应该给孩子有多方面的才能 让他们在多方面的方面能够有自信心 那这样子我相信在他人生的路上会更踏实 然后克服更多的困难 另外为了推动行动教育 学校争取经费购买平板电脑 让全校380位学生每人都能分配一台平板进行教学 这种上证方式跟以前在国想学习有什么不一样 比较多互动 更多的互动 所以说这样比较可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 培养师生的感情我也觉得比较快 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蛮有趣的 这种的教育经营模式非常辛苦 不过校长家长会都表示 只要有助提升教育品质 让学生留在在地就学 再辛苦都值得 记者范欧坤云林采访报导